开展圆外医疗是中国圆外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践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今年是中国圆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 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 中国一累计向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3万人次 诊治患者2.9亿人次 60年间中国医疗队的足迹遍及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其中有的队员6次圆外累计服务12年 有的是祖孙三代接续连外 他们一次次在艰苦条件下成为创造奇迹的人 凭借一颗医者人心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人 体现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中国医疗队故事 60年间 中国医疗队妇产科医生扎根当地 以精湛的医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迎来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在生死时分帮助多名孕妇和新生儿脱险 仅在阿尔及利亚一国就成功接生约207万新生儿 妇产科医生团队还引入新技术新理念 大大提升当地富有健康水平 60年间中国医疗队先后在非洲 东南亚 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 30多个国家开展光明星活动 免费为上万名白内障患者 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 在多米尼克首都罗索 80多岁的爱德华女士 在做完复明手术后激动地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远处的山 天上的白云和花园里的花草了 感谢中国医生让我重见光明 面对重大疫情考验 中国从未缺席 中国氢耗素治疗疗疾方案 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就有约2.4亿人受益于氢耗素联合疗法 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 中国共向相关国家派出1200多名医护人员 收治800多名患者 完成1.2万余人次公共卫生培训 赢得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先后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抗疫疫条专家组 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 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 提供了数千亿件的抗疫物资 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援助时间最集中 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60年间 中国与41个国家46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支持22个国家建立25个重点专科中心 将医疗技术援助机制化 系统化 中国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 手术掩饰 远程指导等多种方式 为寿源国培养医疗人员两万余人次 填补数千项技术空白 极大提高了当地医疗技术水平 为寿源国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 60年的时间充分证明 中国开展颜外医疗是朋友间的相互帮助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不加带任何地缘私利 比真金白银更加持久和纯洁 60年不是到达终点 而是整装再出发 此时此刻 中国医疗队正在遍布全球56个国家的 115个医疗点辛勤工作 正如习近平主席 在给袁中飞中国医疗队队员的回信中指出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真是生命 圆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 中国将继续开展圆外医疗工作 为发展中国家人民谋健康 谋福祉 以实际行动 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